与某些人的担心相反 美国总统川普说 他希望与墨西哥的当选总统 佩洛斯·奥夫拉多尔携手合作 我们谈到了边境安全问题 谈到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以及与美国的单独协定 我们进行了很好的谈话 我认为两国会享有非常好的关系 我们要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川普还说 墨西哥当选总统可能愿意与他一起努力 加强美墨边境的安全 我认为他会试图帮助我们解决边境问题 我们的边界法律和移民法非常差 是世界上最弱的法律 分析人士说 美国总统的言论或许标志着 美墨未来关系的提升 但目前尚不明确美墨关系究竟会怎样提升 奥夫拉多尔在竞选时批评川普总统 在南部边境建强的要求 并坚称墨西哥绝不会出钱 墨美关系经历了历史上最低迷的时期之一 我认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他昨天的当选演讲当中 明确地指出了他想要在优先为墨西哥考虑的前提下 与美国建立一个合适的互相尊重的关系 考虑到正在进行且至关重要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谈判 美墨关系问题专家奥尔莫斯对墨西哥新政权成功提升美墨关系充满希望 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说 他会指派新的特别顾问 他们将立即投入到当前的谈判中 奥夫拉多尔说 他愿意与美方共同合作 并寻找其他关键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包括移民问题和边境安全问题 但有些专家担心 美墨两国领导人的关系会更加动荡 双边关系有继续恶化的风险 但我认为美墨关系的重要性让双方都明白不能彻底把关系搞砸 我觉得双方最终会相安无事 但在完善关系的过程中不免会有磕碰 美墨关系的发展可能会经历一些挑战 美国之音斯密特 华盛顿报道